勿忘勿重 有違法就拜 再度的呼籲民进党 你的蛋怎么进口的 林北侯友林玉宏自导自演被抓包后 对比蓝白许多政治人物道歉删文 侯友宜不止没道歉 更把矛头再度对准民进党 但看看侯伴过去如何消停林玉宏 我们严厉谴责这些上进天良的暗黑网军 当时喊的郑天响权力声援林玉宏 现在侯友宜却是四两拨千金 似乎意识到选情受到严重冲击 因为看看最新网络民调 有超过七成五民众认为 好游门案受到重伤的是侯友宜 而民众党更在三日晚间 公布自己的内参民调 不管是撒喀都还是四人角力 柯文哲都稳居第二名 如果真要蓝白和柯侯佩一面 也超过侯柯佩 似乎趁机横踩侯友宜一脚 而远在美国的柯文哲 也再度隔空校正 比民调嘛 那输了一方就不是说退选 就说他们就 国民党显然不敢接招 尽管朱立伦再度喊话 蓝白一定和 但依旧没接下政帖 前立委邱毅就很酸 国民党过去不断强调 内参民调侯友宜 已经超越柯文哲 还逼近赖秦德 完全是吹牛谎言 现在露线心虚了 当然一部分是为了给 这个侯友宜阵营 施加一个压力 其实对国民党来讲 可能到目前都还没有 一个定数的状态之下 对于柯文哲 希望以民调来决胜负的 这件事情 当然会在这个阶段 用冷处理 好油门事件 国民党当初就像捡到枪 狂轰民进党 如今大翻车 当初打的力道有多猛 现在打回自己的力道 就有多强 三学零砍最后 从台北 怎么的